当六名考古队员抬起棺盖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棺盖仿佛被管内某种神秘力量牵引着 六名壮汉怎么也一步开打 就在此时 一名专家大胆地伸镜头观察棺内的情况 原来里面陪葬了800多年的丝织物与棺盖死死地粘在一起了 随后为了尽快探明这座大宋开国皇帝赵匡应子孙赵伯云墓里究竟陪葬着什么宝贝 考古队特意请来了丝绸专家对棺内的丝织品进行分离 在众人的期待下 两个小时的交集等待中终于彻底分离成功 安静地沉睡了800多年的赵伯云的棺木被打开 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厚厚一层的丝织品衣服 专家为了避免空气氧化损毁丝织品 于是将棺内丝织衣物一层一层的提取出来 这些丝绸衣服种类多样化 大部分是赵伯云一年四季唤醒的衣服 被分座八层穿在赵伯云身上 有鞋子 袜子和外套 最终出土了整整76件 随后在衣服的下面赵伯云的诗补显露出 800年后的他没想到经营这种方式重现实际 随后在墓主的肩膀两侧 发现了头龙玉壁与水晶团配两个稀释宝 在他的两个肩边上 就是发现了一个壁 水晶壁制地纯净光洁 晶莹透亮 更难能客归的是 因蜜蜂保存完好 赵伯云墓的水晶壁 一根精致的丝绳带穿孔打结 丝制编织绳带保存完好录出 随藏的玉壁经专家建议 并非当时的玉制品 而是南唐开国皇帝列祖里面的头龙玉壁 之后在关内也只是发现了些许香河和生活陪葬品 并没有发现大量的经营玉器 赵伯云不是普通老百姓 如此显赫的皇室后代 随藏的物品真的非常寒酸 撑不上一点奢华 这让专家们也多少有些失望 对于大宋皇帝赵匡英的子孙 牧师陪葬寒寒酸仪式你是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我是胡八一 劳烦点赞加关注 下期继续带你探秘更多神秘的古墓和文明